大家好,我是彩玲 我都没准备好就把博士的事说出来了 前一段时间我上了脱口秀大会 很多人看了我的段子 但是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印象 远没有对我老公的印象深刻 前几天在机场我被人认出来了 那个人离老远就冲我喊 哎,你,你就脱口秀大会那个 你是那个谁在厕所对血人 我就想啊 就别的艺人的标签都很好听 比如周西莫 脱口秀天花板 我 厕所对血人 大家都知道我的血人老公来自加拿大 我们俩的生活充满了文化差异 比如说我喜欢网购 天天晚上看别人直播间带货 我老公完全不知道直播带货是啥玩意儿 然后前一段有点担心 他说你天天看直播带货 肯定是喜欢上里边哪个男主播 你是不是看人主播好看了 在天天追 所以那天他要到了我直播间的链接 看完放心了 因为那天直播的是徐志胜和何广志 这俩人直播间闹了一个小时 我老公一句话没听懂 就靠志胜那张脸笑了一晚上 而且从那以后 雪儿一想到徐志胜就笑 那种感觉就是 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他不仅不了解我们的网络和直播文化 对咱们的语言也是一知半解 当年他第一次来铁领见我家长 给我妈敬酒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说话 就在桌子底下查这个 鹰一汉词典 他本来想夸我妈皮肤好 他想说 Mom I like your skin 结果词典发音的是 妈妈 我喜欢你的皮 他发音还不准 偷偷问我 我这么说行不行 妈妈 我喜欢你的皮 我说喜欢哪 他说皮 我才知道他说的这个皮是皮的意思 我赶紧偷偷跟他说 加个福 加个福 他一脸的心领神会 然后跟我妈说 夫妈妈 我喜欢你的皮 所以在看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上好看视频 把这段圈出来 给以后的外国人提个醒 实在不会夸人的时候 也可以不夸 咱们过节的文化也很不一样 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 但他们的圣诞晚餐特别简单 所以我就老点中餐给他们加餐 但是我发现这些外国人 嘴上说爱吃中餐 但是贵的菜他们全部吃 什么蒸鲈鱼 什么海参螃蟹 都不吃 就喜欢咱们炒菜的勾芡 然后拿勾芡汁拌大米饭 我一个人吃红烧肉 他们六个人眼巴巴等着我红烧肉的勾芡汁 然后平粉 拌饭 所以说为啥他们容易胖呢 吃饭 淀粉 拌淀粉 血糖上升非常稳 但是一年又一年 时光改变了一切 我的公公婆婆婆还有小姑子们 已经开始慢慢发现了 除了勾芡以外的中国美食 终于 2019年的冬天 在加拿大西海岸 我实现了中国美食的文化软蔬厨 一家的加拿大人 圣诞夜之夜 没有烤鸡 没有烤土豆 点了八份螺蛳粉 配菜是臭豆腐和酸酸 当螺蛳粉的味道 飘在温哥华的街头的时候 我知道 我做到了 我婆婆后来还问我 螺蛳粉这东西 为啥闻着那么臭吃香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打开好看视频 圈一下 了解各地的美食文化 有了孩子之后 我还得把咱们博大精神的汉语 传授给她 我女儿最后在英国上汉语课了 汉语老师呢来自台湾 但是我女儿的汉语 是铁领人教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口音差异有点大 老师问我女儿 你告诉老师 今天的天是什么颜色 我女儿说 蓝色 老师说 那你和老师讲 是什么蓝 我女儿也懵了 心里想这老师咋不正经说话呢 我女儿想了一下说 蚂蓝 老师被彻底造蒙了 还问我 你不是说你女儿有汉语基础吗 为啥说的 好像是同样一种语言 但却没有办法沟通呢 但是铁领的孩子 已经把东北的口音也实力软输出了 现在在伦敦的小学里 所有的小孩都学会了一句东北话 天空的Blue叫瓦蓝 这个时候就应该在好看视频里圈一下 告诉他们 什么蓝是瓦蓝 我们的很多东西在国外都其实很受欢迎 比如辣条 老干妈 比如奶茶 大鸡饼 甚至还包括李子柒 还有甄嬛传 就这些文化符号都非常受欢迎 这些都能让我感受到 我们对外的文化输出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祖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用视频来传播文化 只要劝一下就能get知识 视频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而且现在的短视频越来越贴近生活 越来越接地气 所以好看视频是什么窗 就是了解世界的落地窗 谢谢大家 我是在好看视频上学到知识的张彩玲 谢谢 大家年过得怎么样 给大家拜个万年 我今天是全场唯一的妈妈 在这个育儿的问题上我就想说 还是得来找妈妈说 因为妈妈往往是家里最累的 就比如说上次看完流浪地球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有点担当 他说这平时也没有啥大事 你要是把我放在流浪地球 那个环境里 我也能顶天立地 我说你到流浪地球里 三分钟就灭绝了 他说为什么 我不怕大灾难 我不怕小行星 我说但是流浪地球里有无惊 他安静 主办方让我作为妈妈给大家推荐 传授一下这个育儿经验 我有两个孩子 是有一点经验 要我传授的话 我想说当妈妈最好的方式 就是装作一副很关心的样子 然后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这么小小的一个家里 简直就是流浪地球的困境 老人们和我们育儿观就不同 我们夫妻俩育儿观也不同 一个家里有数字派 有现实派 语言又不同 都得靠我这个联合政府 在里边周旋协调 比如孩子们的姥姥姥爷 面对隔代人 那就是溺爱 坚决要抚养 我老公呢 坚决穷养 他的原则是 穷养儿子 穷养女 享受鲜渴我自己 也对 我将近两年没看见我女儿了 大家也知道 两年后再见我女儿 她的袜子 居然还是当年的袜子 就是 她多大袜子 她多大脚嘛 她爸两年都没舍得 给她买新袜子 给那袜子撑掉 都变形了 我问 我说女儿 你这袜子上边 这个长颈鹿 脖子挺长啊 我女儿说 妈妈 那原来是一只 没有脖子的狗 两年的时间 让我女儿 懂得了一个道理 世界上本没有鹿 爸爸太抠了 也变成了鹿 其实我俩都认为 孩子穷点养也没有问题 只要营养好 身体健康就好 况且他们这代人 从小有科技含量这么高的 非鹤奶粉 营养上保证全面又均衡 孩子快乐就行 其他的就只要遵循孩子的本性 让他们尽情发挥孩子的 童真和活力 就是最好的 就像非鹤奶粉的鲜脆活性 营养理念一样 活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非得高 非得乐 鲜活的理念 有非鹤 生活上学习上 我家其实也有相似的矛盾 主要就是我们这边的家长 更在乎 然后外国的家长放养嘛 前一段时间 我儿子发烧了 我老公的第一反应 是把孩子放在凉水里冰镇 我儿子叫拿铁 我老公说 拿铁烧焦了 就变成焦糖拿铁了 在成为焦糖拿铁之前 一定要把它做成冰镇拿铁 我爸很着急 不能让他冰镇 说孩子一定要去医院 我老公说 就一个小感冒 为什么要去医院呢 我爸说 你看你儿子拿铁啊 现在是没事 但是万一呢 我老公汉语不好 想了三分钟问我爸 万一是谁呀 拿铁没事就得了呗 我管万一干什么 学习上也是 我们的老人 包括自己 有时候就控制不住 老拿自己的孩子 跟别的孩子比 别的孩子学什么兴趣班 我们也觉得 那我们家也不能差 但是我老公认为 孩子就玩泥巴 玩水玩塑乐袋 还开心就行 孩子喜欢滑饼 他说划兵还得租兵场 孩子喜欢骑马 他说骑马还得买马 我说那兵和马的钱 该花也得花 中国有句古话 招兵买马 招兵买马 才能培养出将军 我老公说 有兵马的 那也可能是勇 兵马勇也未必都是将军 最后很可能 也是被带到坑里 被埋没 所以不用那么在乎 基础知识在我家 也是被交得稀巴烂 有一次我女儿问我 妈妈 中国的栖息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 我老公对自己 这个中华的文化储备 很自信 跟我女儿说 不用妈妈讲 爸爸知道 爸爸跟你讲 从前有个男孩 叫牛郎 他娶了个老婆 叫织女 他们很恩爱 听到这儿 我很佩服他 我觉得这老万还是懂点中国文化的 没想到 画风一转 全混搭了 他说 但是很不幸 有一天 牛郎被抓去修长城了 最后在修长城的时候 因为劳累过度 走了 他的老婆之女 很想念他的夫君 就跑到长城脚下 把长城哭倒了 我那时候才明白 中国文化他懂 但是不多 我女儿听完都晕了 问我 妈妈 那我姥姥给我讲那个版本 哭长城的梦江女 哪儿去了 我说应该是被你爸送去 流浪地球的 所以啊 生活在我们家这个环境里 我只能天天装糊涂 其实并不是我不在乎孩子 而是育儿这个问题 他就没有真的对和错 不管是精细的养还是放养 就只要适合孩子的 孩子开心的就是最好的 不管是补习班补知识 还是奶粉补营养 都是一个道理 就比如我们的飞鹤奶粉 精选配方更适合中国宝宝 所以才是万千中国妈妈的 不便选择 最后就想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能和孩子们都轻轻松松地度过 希望所有的家长都给自己减负 不要老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 孩子健康快乐就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我是彩莲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彩莲 我没有把杨某人真送走 你们不要恨我 我割过双眼皮 因为我以前的眼睛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呢 徐志盛跟我对视 都属于大眼瞪小眼 割完双眼皮我回家 我老公愤怒了 要跟我离婚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他跟我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双小眼睛 看不穿猜不透 永远那么神秘 我跟你求婚的时候 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说你的审美不全为 他说我审美咋不全为呢 咱俩不去过冰巴泳吗 那秦始皇的审美还不全为吗 一坑接着一坑 带走的全是单眼皮 你眼 但凡有一点内双的趋势 你都进不了兵马俑海选 那天做梦 我梦见我又变回了单眼皮 但是最后 还是因为身高被淘汰了 我说我当不了兵 还当不了马吗 他们说你这个个儿 当马倒是够高 但是马是双眼皮 除了眼睛小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身高 小的时候 别的孩子八年长到一米二 我在一米二停了八年 为了长高 我天天在楼下单杠上挂着 但是我的身高呢 上去得有人给我安上去 下来得有人给我抱下来 有一天 我被我爸忘在了单杠上 那天我穿了一身红 别人以为谁在单杠上挂条秋裤 后来我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这个身高 在英国 属于诸如 我是可以领残疾人补助的 听到这个消息 我立刻奔赴了 初具身高证明的面试考点 我以为我能免试呢 结果高出了标准线一厘米 没过 除了我就后悔了 我比高比习惯了 忘脱内增高了 我老公看我很失望 还来安慰我 你已经很矮了 你要相信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会越来越矮 等你七十多岁的时候 还会再抽吧的 那个时候 才是你人生矮的巅峰 后来我长大了 我发现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不要容貌焦虑 要酷 所以我每天装那颗洒脱了 告诉别人 不要在乎外貌 我今年生孩子之前 产检的时候 我旁边的一个产妇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特意预约了杜医生 给我的孩子接生 因为这个杜医生 杜西尔寄得好看 你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 期待要减断寄一个扣 就是咱们的杜西尔 他要给孩子一个好看的杜西尔 我说为什么要比杜西尔啊 杜西尔好看能咋的 好找对象啊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许志尚没有火 他的妈妈每天在人民公园 相亲角 前边一个小白板 我的儿子志尚 25岁 五官不端正 工作不稳定 没房没车没存款 但是有一个无比性感的杜西尔 来吧 大家看一看吧 我说你不要比这个身高 长相杜西尔 你看我 把这些事看得就特别淡 后来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颤床上 给我打麻药的医生 摸着我的脊柱问我 你多高 我说咋的 打麻药长个啊 他说不是 我说啊 我1米65 医生说你可得说准 前一阵有个女明星 生孩子的时候 谎报自己身高 结果麻药打错地方了 生的时候 骨盆徐没麻 脚后跟麻了6月 我一听 医生 我1米54 但生完孩子之后 我的脚后跟也麻了一个月 因为其实我1米53 打完麻药 我就开始困了 在我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 我一把拽住医生的手 我说你认识杜医生吗 我想让他来给我孩子寄杜西尔 但是究竟寄什么款式呢 我也不确定 审美这个东西吧 一天一变 要不这样吧 你让他给我孩子杜西尔 寄个活口 谢谢大家 我是采亮 大家好 我是采亮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 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 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 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 我没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 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 没有碗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 祭奠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 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 七十四岁 穿着跨栏背心 红球裤的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 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 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 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 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 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 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 好使的胳膊 都能赢他 大爷说 我用的是 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父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 会 你呢 我二姨父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 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父认为 我不驾驭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岭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 进水之后 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父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挖泳 挖泳的关键 就是要像青蛙一样登腿 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登的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离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 示范之后一抬头 他游出20米 我二姨父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飘着等 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我二姨父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烙还得少一个 太厉害了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呢 我老公打完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打得好不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彩琳 你说我不是脱口秀演员 本来告我接杨丽 我就够紧张的呢 结果一看接的是癌症 谈的恋爱啊 我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我现在老公 这是好事啊 他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神没有毛病 真的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亲爱的 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 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他 我问他 那他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找你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找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 像铁岭热搜的 很多人听说 他的这个事 都来嘲笑他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 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他不光审美 他啥事都不一样 他第一次来 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桌 他就相中了 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他眉头一皱 我以为他能等 这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 他拎起他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 他要来敬酒呢 他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 要跟他一起住一顿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他到哪 他还不咋会用筷子 好不容易追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猪跑了 他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他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变 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变 进去之后 他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他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他最后的选择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他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他 然后他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你蹲下去 他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下了 我说你上个厕所 再整这么前程 然后他就在那捣咕 这种蹲法 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想来想去 他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的 累得满头湿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一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 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原 老头出来 我赶紧跟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原是我对象 老头说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原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 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龙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了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吵幼 不愧是我的Mr.Right 我老公干过这么多的傻事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笑话他 他就是一直那句话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这个精神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地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旦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旦确实是比你好看 谢谢杨无采人 大家好 我是彩玲 我来自一个名城铁岭 我身边很多人鼓励我上 脱口秀大会 尤其是我老公 跟我说 你看同样是铁岭女孩 那个李雪芹不是挺火的吗 我说我结婚了 人雪芹是单身 她可以在节目里边吵CP 你不知道脱口秀演员就喜欢吵CP吗 我老公说 咱俩可以离婚呢 你不知道脱口秀演员也喜欢离婚吗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来自加拿大 但自从嫁到铁岭以后呢 学到了一身这个东北的社会喜气 我来脱口秀大会 我这个东北老公比我还兴奋 跟我说 你得会来事 赶紧找节目领导送点礼 我说送礼蛋呢 礼蛋不能要 他说你没听你二姨告诉你吗 你别说是给他的 你就说是给孩子的 然后我就记住了 上个月我来上海出差 马上起飞的时候 我终于鼓起勇气 给蛋总发了一条微信 我当时手都抖 我想说 亲爱的蛋总 17 18号这几天 我会在上海 你可以考虑见一下我 但是那天我诉罪了 我打反了 我打的是 蛋总 17 18号这几天 我都在上海 我可以考虑见一下你 发完我就崩溃了 但是我旁边朋友跟我说 没事 以蛋总的习性呢 你诉罪了 他应该也已经喝多了 虽然你把短信打反了 但是他能给你看证了 许久蛋总回复了我 我在出差 你先不用考虑 谢谢大家 下期待我什么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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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